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老Steven 今天继续留在Nanitian 和大家介绍 看一个之前没看过的发展商 至于为什么不看呢 因为这间发展商是出名的 它的口碑、评分、各样都是比较低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那么差呢 我们今天可以看一看 做一做个比较 好 我们进去之前可以先看一看floor plan 今次这间屋是三房的独立屋 是没有独立车房的 freehold 物业 卖价钱大约30万5千 实用车数是990多呎 没记错 管理费一年大约60多英镑 最近收到观众叫我说 如果收楼之后有什么要注意 看看如何做一个厌楼的过程 不过我不是专业那些 我是纯粹个人自己的经验分享 等我稍后有机会在示范单位 拍一拍片给大家看 第一看收楼之后有什么要做执楼 还有有什么要注意 不过你也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厌楼公司去做 但是如果找那些厌楼公司去做 我建议你一定要找它厌楼顶和厌整个结构性 如果不是我建议你自己厌都可以的 这个楼底就不算高 大约7呎6呎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 看一把声又好像有些纯纯的 有些沙沙的 可能今天出去放狗的时候 吹了两个小时 不过就没什么大外 我们继续看楼 这间屋就是入门口对正条楼梯的 有些人就不太喜欢 其实看示范单位就很难理得出发展商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它有两个职员坐在这里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看得太仔细 不过这间屋的职都算挺好用的 900多尺 它也开了一个utility room 大家看到这些银色的电制是upgrade的产品 提一提大家 它的抽楼烟机是抽出街的 另外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就没有窗 不过它就有个抽气线 所以问题也不算太严重 还有它是在utility room的里面 所以跟厨房都分开了 大家眼前这些桌面板都是需要加浅的 好吃的 煮食爐都可以轉做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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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也算大 起碼放到衣櫃和梳妝桌子 不過床好像是雙人床 套翅也有窗 收樓標準也應該是這樣的 鋪半磚 浴缸那邊鋪半磚 企肝铺到上顶铺全砖 大家可以看看对面那片草地多么捨异 羊在自由自在地吃草睡觉 每天起床看到这些情况都蛮捨异的 虽然它有羊 但不要想到它很偏僻 其实它几分钟车程就已经到超级市场 另外它市中心也很接近 这个位置 效网都挺好的 这间房间就小一点了 我想用来做书房都可以的 或者衣帽间 看完这间房间 它也不算特别大 因为它始终只有900多尺 如果900多尺这些尺寸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不过价钱就好像贵了一点 可能这里始终和曼城有点不同 所以我要看看这里附近的楼价是大约多少钱 这个主尺也是有窗的 不过我想它浴缸那边铺砖 就应该是铺半砖 如果铺到上顶就要加钱 或是铺的大约 又要加工程 再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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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就看完了 我们现在看看周边的环境数据 冬气没有 有些观众未必知道什么是冬气 如果冬气吸得多是会令别人容易有肺癌的机会 不过又不需要那么担心 空气流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屋苑所属的区域都是一个绿色区 是一个比较好的区域 罪案率都是比国家标准低 至于位置 去百明汉市中心就大约40分钟车程 去Curventry就大约24分钟车程 去Lesda市中心就大约32分钟车程 由于它都很近这些大城市 所以就不需要太担心就业的问题 最后这一间就是我们今次看的屋 以及它的位置 详情我都会放在资讯栏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 下面有点 erlebt 我们下心的频道 就不大家看上去 全so解决атов 我们下心的频道 这可以更事 我们下心的频道 对不知道 是 又要呢 我是 我们下心的镜头 现在